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三星集团的产值等于韩国每年GDP的20% 可见这人不一般啊 现如今最惹人争议的是 李健熙去世之后留下的资产到底有多少 要如何分配 这可是如今最热的话题了 据资料了解到 李健熙如今的资产有11万亿韩币 折合大约是200亿美元 而李健熙在三星集团持股10% 虽然占股不高 但是却通过了各种交叉持股 牢牢控制了三星集团跟旗下的子公司 最恨的就是他儿子李在荣继承资产 居然需要缴纳7万亿的韩币 这样下来只剩4万亿韩币了 乖乖继承个财产 扣了人家三分之二 汗炎啊 而且他的儿子在今年 差点因为非法经营被拉去坐牢 他的女儿嫁给了自己的保镖 最终被数字家暴 还被分走了80亿的家产 唉 李健熙他的一生这么传奇 不管是夺敌上位 70多岁粉纹不断 还有背叛入狱等等 都没能怎样 这一走自己的娃就没了依靠了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